有一个穿着祖服在街上游行的人 他叫咖啡 他是泰鲁格族的原住民 也是一位同志 同时他也是原住民同志联盟的创办人 他在大学时加入同志咨询热线协会老同小组 跟着他们参与同志游行 争取权益 终于在2019年时同恩专法通过 同志权益有了很大的进展 做了一年之后 就是2020年之后 其实还蛮长 看到那种在街上牵手的人变多了 而不是只是在台北 我有时候出去玩也会看到 我在花里也有看到有一些人会牵手 是同婚专法通过 但部落间人因为信仰 大度无法接受同志 其实部落的状况是非常 非常 非常不好的 就是说刚刚咖啡前面有提 很多部落都会跟 教会绑宗教绑在一起 然后那很多老人家 或是很多中生代的人 他们可能对 同志没有太多的了解 但是他们 百分之百相信的就是教会 那教会 就是教会他的那个 就是真的讲说 他的意识形态 就是操作 人就会往那边倒 年轻人开始想办法 让部落的长辈可以了解他们 如果是在部落 从小长大的那些 很像男生 很像女生的那些 同志朋友们 他们就很会找到 他们在部落的那个 生存的地位 譬如说 他绝对是有一个 非常厉害的一个才能 或是他有一个 很有 很会自我保护的机制 他会自己发展起来 然后譬如说 婚伤喜庆 绝对会有那些 跨性别的男性 组成一个 很霹雳的舞团 然后在上面 又有 对 然后漏乳 漏买 然后又穿高跟鞋 你们上网看 有YouTube看电影有 然后高跟鞋 往往 直接在部落的体验 直接在那边跳团体 然后底下 你们又拍手叫好 在面对困境时 家庭的支持 对他们来说 是最大的鼓励 教育或者是社会的氛围 对同志的议题的氛围 然后也会影响一个家庭 怎么看同志这件事情 所以 第二个我觉得 我弟弟这么自在的原因 是因为 我们整个家都非常支持他 就像他讲的 他阿公 当他阿公 用 说出口说 他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的时候 他没有再怕任何事了 因为 他最敬重 最在乎的一个 亲近的一个重要的人 他 我们都只是 我们其实 外面人怎么讲 其实我们都无所谓 但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人 我们会怕他受伤 怕他难过 因为我这个身份 可是当他 当我的 亲近的一个重要的家人 他支持我的时候 我就会 我们都会觉得 那这个世界上再怎么样的 没什么好怕的 没什么好怕 因为我足够的被支持到了